花了四百多億的預算 買了F16V的最新的戰機 是我們最精良的戰機 但沒有想到短短一個月之內 就發生了兩起 大家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的 一個月前是因為他的這個座倉罩 居然飛出去了 變成場童的戰機 在國外從來沒有發生 只有在臺灣發生 今天一早六點半 剛好月底 每個人都剛好吃土 我們戰機也在月底吃土 不可思議 他是在戰備寶刀模擬的時候 飛下來Randing的時候 整個好像就是沒有控制好 就吃土了 大家非常驚訝 包括空軍都出來解釋說 我們兩位飛行官都是中校的等級 不是菜鳥 不是菜皮疤 包括今天天氣很好 雖然有一點下雨 但是都是符合標準 包括場地也是非常符合標準 天氣場地都沒有問題 他說機器設備也都沒有故障 冷又那麼自身 難道是卡到印嗎 聽一下空軍怎麼說 今天早上在演練 模擬戰備道演練的時候 天氣是符合起降標準的 加東戰備道的起降條件 實際上我們所有的 全台規劃的戰備道 都是符合戰機最小起降帶 緊急落地的標準才會使用 目前看起來飛行員都是按照相關的 技術命令的操作在操作飛機 目前所知飛行員並沒有呼叫 飛機有應查的情況 好 我們現在視訊上就是飛官 資深的前飛官 老教官 老志強 教官你好 教官為什麼剛好定在一個 很帥的姿勢 我們現在視訊出了一點問題嗎 教官你還在我們線上嗎 斷掉 斷掉了 好 我們小編很老實的 喊了一聲斷掉了 好 來看一下F16V的戰機 今天上午早上六點三十二分的時候 他原本其實因為下個月 就要這個演習了 所以他在平北的機場 執行整個戰備草道的這個起練 但是後來他看到畫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畫面 他在降落的時候 突然發現有人說 他好像前輪有一點不穩的情況之下 後面雖然把傘打開了 但是好像開得太晚了 導致他整個飛機就往前插進去 已經天理的跑道 整個就吃土了 其實看了畫面會有點害怕跟擔心 因為這個戰機是有掛彈的 如果掛彈會出狀況 大家都嚇死了 然後在現場看著狀況 大家下了一身冷汗 因為很擔心 他是不是會起火 所以迅速的把他降溫 我們的最帥氣的 然後教官回來 教官你好 教官我們想請教一下 就是這個戰機的狀況 到現在大家有一些疑惑 到底是他沒有重飛 他必須要重飛 還是說減速失敗 還是他這個閃開的太晚 那空軍告訴我們說 飛機沒問題 也沒有故障 天氣也不是問題 場地都毫無標準 兩個飛官都還忠孝 那到底是卡到陰了嗎 教官你怎麼看 卡到的視線 教官還在嗎 可以 我在 好 現在是這樣 飛機的出狀況失事 不外乎就三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天候天氣的因素 機械的因素 還有人為的因素 但是我們看所有的歷史 這麼多年來 大部分大概是8到9成 都是人為因素居多 這個是我們一直一直的 也來知道的慣例 好 那今天早上這個失事 我講了 這個失事調查報告 一定要等到空軍 他們調查完之後 公佈為準 我們是以我個人飛過F-16 我們是飛機員的 專業經驗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置物 分析 給各位觀眾參考 好 今天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戰演訓的任務 的這個預言 那飛機員來講 很清楚 我們在正常的飛行 起飛跟降落 都是在我們自己的母基地 就是我們很熟悉的 比方說嘉義 花蓮 什麼新竹基地 那這個場景跟機場的相關的設置 我們非常清楚 講話拍一聽 馬上客人都會起飛降落的 很熟 這個是沒問題的 重點來了 你今天到了新的陌生的機場 你很不熟這個環境 你當時的準備都非常的謹慎 這是他計畫一定也是很綿密 那其實難講 就越來越四孔 然後去做 這不是一個重點 果然是卡到營 因為視訊的狀況 我覺得狀況也不是很好 我們請工作人員再試試看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沒關係 我們下一次再請到教官 親自到我們現場 跟大家好好地解說 果然普渡到了 鬼月真的是什麼都很容易卡到 那包括現場 因為剛剛教官有講到一件事情 他跟我們聯絡的時候 他說 他說最可怕的 其實是豬隊友 豬隊友其實比敵軍都還可怕 那豬隊友是指誰呢 因為他剛剛也講到了 八九成都是人為的因素 比較多 那有王姓的目擊者 他說我現場在看 他有平反一點 他說大家都說飛官 好像有出狀況 但他倒是認為說 飛官現場應變也算是很快了 所以是不是出了豬隊友的狀況 可是豬隊友反應快 現在就變大家在討論了 可是最近狀況真的很多 看到這一個 八月十一號的時候 F16V起飛之後 坐艙照 整個飛脫 全世界也只有我們 多嚇人 戰鬥機在飛行的時候 整個變成敞篷的 多可怕 那還好 最後是安全的landing 飛行員也沒有出狀況 我們就不要再飛 教官 不好意思 教官你再講一下 好 抱歉因為這個鬼月快要結束了 所以需要不是這麼好 我簡單講這個飛行如果他不是機械的因素 那有可能是什麼因素呢 我們講的 當今天我講的 飛行員到這個場地飛行要降落的姿態 這個姿態我們要落地前 如果是正常的情況 我們都會把這個瞄準點放在跑道的最前端 那最前端我們在落地的階段 因為速度減小 我們都會有個仰角 那仰角隨著你靠近的這個跑道 觸地的狀況 我們就會很輕盈的去觸地 好 那重點 因為我覺得視訊的狀況真的不是很好 教官我們謝謝你 我們下次再跟你請教 那剛剛除了講到F16這個變成敞篷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 在八月十四號這個跑過軍事 我相信楊明印象也很深刻 這個是所有的軍事記者都大為跳腳 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漢翔他們在改造F16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公安意外 就是連續兩天連安外泄 造成他們多人這個中毒 送醫 後來是有脫離險境 但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媒體要報導的時候 漢翔的態度是什麼 漢翔居然發了一紙聲明 有一點是威脅 甚至是恐嚇記者 倘若因為媒體報導不時 造成我們的商譽受影響 股價有波動 我們一定會採取法律行動 但是這個事情雖然他很強勢 但我軍事記者更強勢 他們就非常強硬的對漢翔反彈 讓漢翔後來還出面 跟大家來解釋 來看到下一張 但是我們大家想問的是 我們都是花了天價在買軍購 那你說零件鬆脫 造成他變成是無罩 那或者是訓練不足 人員的這個表現的狀況有問題 可是我們花的都是隨隨便便 都是好幾百億 來看一下明年的這個國防預算 高達四千七百一十七億 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最高的國防預算 其中六十六架的F16V的採購 特別預算是四百零一億元 那包括了零件 剛剛那個無罩就是零件費有問題 二十三億 維護保養費大概是二十一億 國防部明年度的預算書在這個地方 他編了四百七十億要買F16的武器 不是F16 是武器 所以F16本身四百零一億武器 飛彈這一些又四百零七億 莊莊盡見 每一筆都是不可思議的天價 那還有什麼更不可思議 在去年的七月九號有一個新聞 真是讓大家覺得匪夷所思 到現在隔了一年還是想不通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這份政府包括國防部 甚至包括空軍還有總統府 突然接到美國政府宣布一件事情 說對台軍售了一筆一百八十二億元 是愛國者三型飛彈的重建策案 大家想說怎麼有這一筆 一百八十多億怎麼回事 當時包括國防部長 還有包括空軍司令 事先都不知道 美方公布了 宣布了才知道 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他們軍方沒有及時的上報 程序不符 這個大概也跟那個無照一樣 只有臺灣會發生這麼離譜的事情 還有另外一個AIT 其實我覺得全世界這個鎖定最厲害 攻擊最強的就是AIT 因為我們欠他的軍費 都討得很直接 大家不要看AIT臉書上那麼客氣 還跟你講台語 跟你裝熟 裝可愛 跟你討錢的時候 你看像AIT像國防部討 討債百億元 因為臺海緊張 國軍頻頻的出動 去年九月十號的這個說法 那國防部說沒有啦 我們從來沒有接到AIT的公文 還有包括今年上報四月十五號 非常相似的內容 但是這個上面講的是維修 這個講的是相關的其他的系統 也是一樣欠人家錢 AIT告欲狀 告到總統府那邊 那到底怎麼回事 楊明 其實耀石中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今天那個在就是在屏東發生這個 所謂吃土的這個案子 其實老實說這個是小案子 他只是倒下去吃一點土 那個小案子 對 這小案子 他沒有太嚴重的損傷 也沒有人 那個人都平安 這個是好事 如果以結果論的話算是好事 空軍是好事 我們只要查清楚原因 確認是人為的因素還是怎麼樣 這樣就好了 但你有聽到小道消息 是人的問題比較大嗎 因為他那天 他今天也是雨下得蠻大的 所以可能也有氣候的因素 那其實你看像你剛剛講到 那個嘉義基地 那個敞篷飛機的那一件案子 你知道他一個坐艙罩掉下來 那個零件要多少錢你知道嗎 兩百萬 一臺保時捷 你的飛機 那個罩子兩百萬 對 你的飛機變敞篷機 結果這個罩子掉下去 兩百萬買得到保時捷嗎 兩百萬就沒了 最便宜的啦 最便宜的車款 休旅的那種 可能兩百萬可以買得到 好 那你看 我們的軍購就是 就是用錢砸出來的 任何一個零件F-16 尤其F-16在現在 我們在所謂的那個 那個對岸的飛機 不斷地來支撈這個狀況下 他們出勤的任務是非常頻繁 所以他們的零組件 一旦有維修 一旦有損壞 一旦有什麼樣的狀況的時候 要花的就是我們的軍費 那現在國軍一年 一年剛剛你也有提到 一年平均大概是零組件購買 加上維修 大概是四十四億 四十五億這個金額 然後呢 我們現在包給了 所謂你剛剛有提到一個 漢翔公司 去年我們在漢翔 在臺中有成立一個叫F-16 維修中心 那你知道我們國軍包給他們五年 五年一個合約 二十三億多的這個金額 可是我們一年其實是編二十億 等於說他五年只有拿到我們總額 一年的大概的維修的預算 所以也就表示什麼 大概他拿到五分之一 五分之四還是要回到美國原廠修 所以他可能只是一個註點的概念 對 就是說比較簡單的 小零件 我們零件來了 你就可以直接裝的 這種簡單的我們臺灣可以搞定 那但是比較嚴重的 不好意思 還是要回美國 那十之八九都很嚴重不是嗎 對 好 那其實今年 其實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今年五月份 疫情爆發之後 五月二十八號 我們的政府的那個電子採購網 會把那個政府的一些標案什麼的 把它公佈在網路上 那發生什麼事呢 這時候有一筆叫做F16的 技術代表聘任的標案 好 他是一筆二點四七億 兩億四千七百萬的一個標案 那他是告訴你 由美國空軍得標 好 結果一看 這個這種標案可以哒啦啦的公開嗎 結果一看他是 他的履約期間是什麼時候 二零零一年的五月 二零零二年的五月 到二零零四年的年底 那是扁政府時期 怎麼會在現在二零二一年 過了快十八年左右 把他公開上網 這個很多人說是不是搞錯了 不小心把機密預算公佈了 還是他們有一個期限 時間一到就可以公開 其實當年是這樣 我們去買軍購 F16買來之後 因為我們沒有人可以去維修 所以美軍要派專業技術人員 來指導我們的空軍的維修人員 做現地的維修 就是說能夠解決的就用這種方法 解決不了的 不好意思 我們就要送到原廠區 對 就是說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跟美國的這個一個 等於說一個叫做保固的一個模式 對 那這個是所謂的飛警 其實我們的國防 就是用錢堆出來的 可是其實就小心在這邊 小心是主張全民皆兵 我講這個其實現在 如果你真的認為對岸的威脅很嚴重 今天那個立法院收到那個 國防部的報告 我簡單的想一下 國防部的報告 這個不是對岸的什麼環球日報 他說七種狀況 對岸就會打過來 包括我們宣布獨立 這個大家不意外 但是他有一個叫做明確朝向獨立 這我不知道兩者差別是什麼 等一下可以請教陽明 還有包括臺灣內部動盪不安 這我也可以理解 包括臺灣獲得核子武器 但有人說搞不好 我們本來就有相關的條件 包括外國的勢力 介入臺灣的島內勢力 這個其實跟兵力進駐臺灣 相同一件事情 還有包括兩岸和平 統一的對話延遲 所以這個大家比較不了解 還有包括這個大家比較不了解 這到底怎麼回事 那這份報告其實是每年 在你總預算送到立法院的時候 他都會附上一份這個叫中共決定 軍力報告 所以七個條件都一樣 沒有 這不是 每一年他都會有不斷的更新 那今年當然就是會針對 這個所謂的獨立 這些東西會加強 為什麼 因為對岸是真的有軍事行動來 每天在派飛機來 你去飛巡 所以這個報告是寫給蔡英文嗎 這個是表示我們的國軍 有在對岸勤收 這個是表達對岸的情形 明確朝向獨立 因為這表示對岸在受不了 你現在政府的一些立場了 某種程度是對岸要釋放來 警告我們的政府的 說我們在這些狀況下 可能會對你做一些武力的威脅 就是說這個是他們開出的條件 這某種程度是我們的禽獸的成果 好 我希望大家可以講具體一點說 到底國防部認為所謂的朝向 明確朝向獨立是什麼樣的一個樣態 蘇貞昌今天被拍到一個 漏網鏡頭的畫面 他的官威非常大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